第九个卦 训卦 训卦的第一层道理 根源意理 孔子说训 德之志也 意思是训卦是德行的法度 第五十七卦 训卦 有三层意理 服入 训让 选择 训卦主持进退 训就是服藏退出 不再外出了 借着服藏深入来追求表现 完全要靠定刚见自强 最怕的是优柔寡断 陷入进退失聚的窘境 所以训卦是德行的法度 训卦是讲 能顺从 能深入 顺着道路走 顺着制度走 顺着天使走 顺着天命走的意思 训卦的第二层道理 十件意 孔子说训 称 而隐 意思是 礼教 乐教相对称 相应贺 政治教化很深远 而美善隐藏 训卦的解释段词说 天降圣人 作国君 作国师 圣人反复的叮铃 教化的命令 与政治的命令 直到人民顺从信服 而礼乐大道推行 礼乐大道风行天下 风吹到哪里 没有不适合 人民可以亲近国君 越显出明君的高明与德性 一是 近月远来 正教 普化 而天下一道同风 越是 遭显顺从的道 就越是 看得见 礼乐的 崇高 伟大 越是 发挥 服藏的作用 就越能显出 正教的深远 所以 训卦的精神 是服藏 是深入 就是讲 能潜伏在最深处 能进入到最精湛的地步 而不是 肤浅的摄入就停止 不是稍微有一点成就就后退 从这里可以看见 人道的训卦 是在顺行当中有作为 而不是听其自然的推行 所以 训卦是教化的根本 一定要期望 能深入人心 能认责万物 所以叫做 趁而隐 讲 礼教 乐教 相呼应 相应赫 而政治与教化很深远 美善能够隐藏 信卦的第三层道理 完成意 意思是 教命与正令的风化和平 不是勉强可以做到 要学顺天使与人事因缘 在所着天地常经与通前达辩当中衡量 才能有作有为 正教才能行得通 所以 信卦的风行就是人间的教化 信卦是美德 天得到训可以和谐 人得到训可以和平 于是能够安定反和的建立工业 信卦大象词说 随风训 君子以生命行事 教化与政治的命令 效法风的运行 会很快速 又广远的推行全天下 这就是君子能够再三地产阳 教化的命令与政治的命令 上下没有不听话 礼业的教化与政治的形式很有成果 远近没有不效法 于是道德光明而道德事业 宁定万物掌域而天下定位 从天地的格局气象 能彰显礼乐的崇高伟大 从人性的福长顺长 能显扬正教的精深宏远 风化能够深入人心而润则万物 这是君子的行愿 君子的愿力 就是教命与政令的风化和平 这不是勉强可以做到 要学顺天时与人士的环境 在守护天地的长经 与通前达辩当中 斟酌衡量 不失去天地的真长 而能运行变化 能玲珑清巧收放自如 到达圆荣圆满 最终还要等待 时机因缘的成熟 才能有作有为 于是 礼乐教化的教命 正通人和的政令 才能行得通